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今集我们会和大家说说抗抑屈药会不会上瘾 几年前有个荷里活明星Lince Lohan 他在罗省有宗官司告这个药厂 令他吃了抗抑屈药是上瘾的 以及杀害很多美国里的小朋友 年轻人 他说一定要阻止他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吃这些抗抑屈药的人是很多的 最近我们上一集都有提及 就是Robin Williams 他也是长期抑屈药 导致最后他就自杀了 好了 其实为什么这种官司出现了呢 为什么Lince Lohan 要去罗省打官司呢 原来过去这么多年来 自从这些药出现了之后 抗抑屈药 那个药厂都说 这些药是不会上瘾的 就是跟那些一般的用者病人说 但是发现 Lince Lohan 发现 当然不是 他直接就是因为吃了这些抗抑屈药 是出现上瘾的这个问题 他爸爸说 其实美国数以百万的那些小孩 都是吃了这些抗抑屈药的 好了 这个官司呢 其实这种这样的问题 是纽纯了很久的 自从2007年 在美国有一个 Sanet的国会 也有一个聆讯的 当时他聆讯过 希望要求那个製造商 SSRI这些抗抑屈药的製造商 是承认这些药是会上瘾的 那个聆讯就是这样的 好了 但是你知道了 Eli Lily是第一个制造的 这类抗抑屈药 叫SSRI 这种这样的五清色胺 再涉取抑制剂 就是这类的药 在1977年开始的 这类抗抑制剂 当时这类抗抑制剂 这类抗抑制剂 这类抗抑制剂 血清素低 如果我用这些药 可以抑制血清素的抑制剂 就是不要抑制血清素 这类抗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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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抗抑制剂的剂 这类抗抑制剂 是不会令到它被人赔偿 大量的索税赔偿 因为很多时候 为什么有官司打呢 很多时候 药厂是要把药的所有资料 真相要写出来 既然你的药是会上瘾的 就是叫做 addiction 而你从来没有写 那消费者可以告你的 其实Lindsay Lohar的官司 其实是基于这类抗抑制剂 既然你这么会上瘾的东西 为什么你从来不告诉我 这类抗抑制剂 这类抗抑制剂 就是犯了法 那药厂是怎样去兜兜兜兜兜兜兜 这类抗抑制剂 它说在1992年 是开始 Prosan这个药出现的时候 开始就发现 就是上瘾的问题 就是已经有人留意得到 除了这个 Flovoxamine 就是这类抗抑制剂 Peroxetin 有这类抗抑制剂 至少有三代类抗抑制剂 接着 Sertulin 在1994年 这类抗抑制剂 好了 他们当时 如何去处理上瘾的问题 Eli Lilly 就开始制造了另一个名词 1996年 制造了一个名词 美其鸣 美其鸣 就叫他做 就是不要叫他上瘾 就叫他一个 给一个新的名字 好听些的名字 就叫做 Discontinuation Syndrome 就是停止服用的症候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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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addition 不是叫addition 不,这就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基本上在2011年 就是他的单章里面 已经写了这件事 就是说这种药 就会出现停止服用的症候裙 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我说了出来 你不可以告我 这个不是一个上瘾 只不过这个 因为你停止服用 就有这些症候会出现 就继续做了他的事 当然了 世卫组织都觉得这件事不行 就是你不可以强行 就是用一些混淆的视听 将另外一个概念 就加注下去 就是用一些另外的字眼 去搞他的 因为这些这样 就会妨碍到正确的情报的机制 就是如果你有问题 就要情报出来 大家会知道如何处理 但是现在用这些新名词去说 将来怎么说呢 那是不是这个是副作用呢 是不是因为上瘾了 或者这个不是叫上瘾了 所以只不过给他另外一个名字 就令到这个问题更加无了了之 就是摆决了人的追查 可以这么说 用这个手法 好了 那现在的真相是怎样呢 那在真相就说 这些这样的SSRI 这种抗抑瘀药 其实是极度容易上瘾的 那有一个独立的机构 叫做Epsilon Monitoring Center 它们的资料库里面 它说呢 它说出了三种 这个SSRI这类的药 一种Pherocetin Pherocetin 和Centralin 这三个呢 是三十种最容易上瘾的药 里面的其中的一组 它说呢 其中这几个药里面 Pherocetin 可以这么说 是最容易上瘾的 你记住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它们指出 世界上有三十种 很容易上瘾的药里面 其中三种就是这些 抗抑瘀药 当然 Pherocetin 是一个最容易上瘾的 当然这个药厂 就是Glaxo Smith Klein GSK 在它1992年开始 这个药之后 这个药厂一直都说 这个药是不会上瘾的 最多是大概2%的病人 用了之后 就会出现这些叫做 停止服用症候群 大概2% 但是呢 在很多公司里面的秘密文件里面 比如在1997年开始 是发现 原来有62%的病人 是会 服用症候群 那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美国的 一个医学雜誌 在2008年 2008年的 叫做NU Urology 叫做NU Urology 那个行物里面 是刊登出来的 好了 而美国药物监管的组织 比如FDA 就是食物药物管理局 曾经在2002年 就发出一个警告的 OK 那 而当时呢 有个叫做 国际医药物製造商会的联盟呢 就开始指责 那个GSK这个药厂 是误导这个公众的 而呢 就是自己呢 是犯了那个 那个 那个 实务的守则 就是 它那个Code of Practice 里面呢 是严重犯了两个规 那这个是 自己国际药的 制造商自己说出来的 那原来呢 自从1992年到呢 起码有5000个美国人呢 是告那个药厂的 嗯 好多啊 有5000的美国人呢 是告那个药厂呢 就 就一直呢 就是 降低了这个药的 严重的副作用的 OK 那 那 其实呢 这些这样的 的官司呢 不止是美国 是英国也有很多的 那 在2004年呢 那 这家药厂呢 就赔了 这个 赔了多少钱呢 赔了2万 250万 那 因为他是骗人 因为欺骗过消费者 那 就赔了这样的 那麽大笔的钱的 那 那 那当然呢 就是 很多的 就是 在法律上 发现了 那 其实呢 很多这些研究呢 都是 故意 是 还有呢 是很有系统地 是抑制这些 就是 对这个药物 不利的那些研究 那 那你就知道了 很多时候呢 他研究出来 不过他不讲的 就是他不会登出来 就是有效的 他讲的 没有效的 他不出声的 那 虽然呢 很多的药厂呢 都都认为 这个这样的 停止服用症候群 这个这样的病呢 通常呢 是很轻微的 而且很短暂的 但是呢 在他自己的 那个盒里面的 单张呢 自己承认 那个 就是所谓叫做 withdrawal 的reaction 就是 停药的那些 的问题呢 是可能很辛苦的 那包括 什么症状呢 包括症状 包括症状 包括会 症状 好像电速的一种 感觉 好像身体有些 电射你的感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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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震 个人的头脑 温顿 温顿 混沌 不清晰 噩梦呢 还有呢 就是缓云 那还有呢 这个呢 就是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的 英国的医学集图 那里呢 是2005年呢 登过出来的 那还有呢 包括呢 性功能的障碍 包括呢 就是没有了性欲 和呢 是那个 性无能 嗯 那这些都很普通的 那这个呢 是Journal of Sextral Medicine 2008年 都登了出来 那我曾经所和大家 分享这些资料呢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医学雜誌的资料来的 是 不是我们道德逃说 是胡说的 这些全部呢 是医学雜誌里面 已经报告了出来的了 那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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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这样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 压制这些这样的讯息呢 那当然呢 就 很多那些 那些精神科医生呢 都在那里 就是帮忙啦 那就 令到这个药呢 那个销路呢 是不断 是 是很高的 维持很高的状态 比如在 2008年的全球的销量呢 是差不多是 110个亿 即是11个Billion 嗯 的 原来的销路 那 那 那 惠儿的Ephysia 就是这个另外一个 这类的药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差不多呢 是 是 占了那个 市场的占有率呢 是占了36个percent的 而它每年的销量呢 只有一家药厂 这个药厂呢 是差不多呢 是39亿 3千万 3.93个Billion 这些全是医学杂志的资料 那为什么销路会这么好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 现在美国至少有大直接的推销 现在美国可以在电视上直接卖广告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销路一直都很好 为什么呢? 其实情绪低落这个症状是很主观的 没有什么发现得到的 还有你说那个血清素根本是从来没有任何标准 某个程度的血清素是代表你出现那个情绪低落 其实是完全没有人知道没有标准 也都何谓叫低呢? 什么叫多低才有问题呢? 是从来没有这个准则的 其实情绪低落是一个很主观的症状 你很容易就说服一些人觉得 其实你有情绪亦不正 那是不是应该开始吃些药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美国来说 就是在2005年 是用在这些消费者的销售药里面 就是直接去消费者的销售药里面 差不多是有成一亿二千万 是用在推销抗疫药的 那在2001年 我知道了 911之后 那GSK这个药厂呢 就将这个广告呢 是增加双倍的钱 用了下去的 是推销这个paroxetine 或者神经所说最容易上瘾的药 好了 那当然情绪抑郁呢 是本来可以说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通常呢 都是很少数人出现的 那但现在呢 差不多呢 可以这么说呢 一个lifestyle disease 就是生活方式的病 那很多人呢 就是呢 就是呢 时不时呢 都会用下这些这样的药 就是成为好像我们的朋友 那样的 一些不愉意啊 不开心呢 就开始就依赖这些药 那当然啦 他们以为这个药是很简单的 是不是 没什么副作用的 好了 那 主要就是呢 这药呢 是安全啦 和不会上瘾啦 那样的 但当然啦 这个不是一个事实 那其中 Dr.David Haley 那他就是呢 这方面的专家来的 是一个 一个首席的专家 在那些抗抑郁药的 他相信呢 他说呢 他说呢 起码 一半用家 Paroxidin 的用家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 是 依赖这些药的 就是在身体上 physically 不是说 不是说心癮 那么简单 他真的呢 physically 是 就是上瘾的 上瘾 OK 那当然啦 亦都是一个 就是那个安全性的 一个问题 那所以呢 现在 GSK药厂呢 曾经呢 就是赔了 赔了 640万 给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因为呢 是吃了 这个Paroxidin 吃了不够两天呢 就发了癫 嗯 就把他家里的三个人呢 就是杀了的 跟着呢 杀了他自己的 那就是说呢 吃了这些药之后呢 就是 癫了 失了理性的 那样啦 那这个是讲一个 其中一个官司啦 那原来在澳洲呢 也都有个法官呢 就是 被一个又判了 啊 这一只药呢 Satralin 这个另外一只药呢 是导致一个人呢 是 谋杀了他的妻子 跟着呢 就 企图呢 是杀了自己的 啊 那好了 那Dr.David Healy 这位就是权威的专家呢 他相信呢 其实呢 每一千个人里面呢 有一个人呢 就因为吃这些 Paroxidin 这些这样的药呢 很可能呢 是出现了这些 这样的自杀的倾向的 那 那我们整天呢 都在我们那个 传媒方面呢 都看到一些 不同的报道啦 是不是 最近就是台湾啦 是不是 有两宗人士 都是无端端去杀人的 那两宗都是说呢 他是有精神科的 的记录的 那其实很多这些人呢 其实都是吃下这些药的 那你想想到呢 原来每一千个人呢 有一个人呢 就会有这些暴力的行为 嗯 那所以你也看到呢 那个问题呢 不单止你是想不想人的 那副作用呢 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 是 好了 那这些药呢 其实 到底是否有效的呢 OK 虽然呢 我们都曾经跟他讲过 其实他背后那个 就是那个化学不平衡 这个理论呢 其实是错误的 OK 如果是错误的话呢 那这些药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那其实很多研究的 这方面呢 他发明了呢 他说 很多这些的 这些抗益瘟药呢 其实呢 是不会输减的 那个 情绪低落的 起码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只不过一个安慰药的作用 嗯 那这些安慰药呢 起码有30% 是 大部分我做的 事情呢 起码有30%呢 就是要帮到30%的人呢 其实是安慰作用的 不是真正的 好了 那他曾经呢 就研究过 74宗 抗益瘟药的研究呢 就证实了这件事了 研究人员发现了呢 其实呢 三分之一这个的研究呢 就从来就没有去 就是没有刊登出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 那个结果呢 是很差的 所以他就 登都不登的 三分之一都不登的 而其中 94% 这些这样的 登了出来的东西呢 就说他是 就是正的 是有效的 所以登了出来 但是 跟着呢 美国的食物药物管理 各班研究人员呢 再去重新分析 他们的资料呢 发现呢 这些这样的SSRI 这些药呢 其实呢 在他们的登出来的研究呢 真真正正的 是一半是觉得有效的 嗯 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很多是 根本是假的 是 还有就是 就是做过手脚的 这样 那好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 这些这样的药的研究呢 都是谁出钱的 都是药厂 药厂出钱 那所以这个资料 在新英伦医学雜誌2008年呢 就已经刊登了出来 那所以你看到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这些研究 证实了呢 其实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做过手脚的 那这类的书籍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 那其中有些书呢 已经翻译了的了 我们我们健康店 也有这类的书呢 有这类的书呢 有这类的书呢 那 就是我们呢 就是看到呢 其实呢 就是自闭 那个 那个 抑鬱症呢 其实呢 不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简单的 OK 我们的现在的 抗抑鬱药呢 其实有两个 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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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声称这样 他说呢 他说呢 我们什么会导致呢 一个 一个 充满压力 就是有压力的 我们的生活呢 是导致我们呢 是会 情绪低落的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就是压力的 就是 生活的压力 未必会令到我们的情绪低的 OK 那么呢 情绪低呢 是因为我们的 法学的不平衡 那么其实这两样东西呢 都是完全是没有证实 全部都可以这么说呢 是不正确的 那么好了 那么这位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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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呢 就在 North Weston 在西北大学里面的 医学院里面的 一位教授 叫做Eva Radell 那么她是 所谓 她是 是西北大学的 精神科的教授 来的 那么她相信呢 她说呢 她说呢 她说情绪低落呢 是很多情况呢 是我们的 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成长 以及功能 我们的神经线的功能 那个出现问题的 那么如果我们 真的不好的明白这件事呢 我们根本呢 是没有办法呢 是可以 制造一个 有效的 处理这些 这样的问题的方法 OK 好了 那今次 跟大家分享过 一般人 很多人 有些病人 实际上 吃了二十年 那我就问她 你知不知道 这些药的副作用是怎样的 你是不是觉得 真的需要 那她已经习惯了 好 就像荡堂吃 就像是二十年 那其实 根本很多是安胃药 来的 你不吃都是没问题的 好了 那当然 有些人 希望我们都说 自然疗法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 那其实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们的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过去 已经讲过 这个有关这个题目的 是的 那在那个 在第一八零二 一八零三 和一八零四 嗯 我们都讨论过 在自然医疗呢 是怎样处理抑郁症 嗯 以及是产后抑郁 这个问题 那我昨天 我昨天 刚刚就参加了 一个 一个很大型的 深深灵的聚会 当时有三百多人在 那我就在会上 就有个女士 就走来跟我打个招呼 那她问 余姨先生 你记不记得我是谁 那我始终 三万多个病人 我真的不是很记忆别人的 免得泄露别人的私隐 所以我通常都尽量都不记 我们病人的名字 就算我不小心说出来 我都不会说出来 每个人的真正性命 那她说 原来你很多年前 你是医好了我的产后抑郁症 你知道 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们很多病人 医疑一下就消失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消失的原因 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医疑不好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医好了 医好了 医好了之后 他就没有回来 也没有解释给我们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是时候才知道 大家会这么想 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里面 希望换醒大家 现在的医疗问题 希望能够做一些真正的改革 但是为什么搞这么久 都好像没有什么发生过 其实主要都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是没有病没有痛 他就不会关心 当然 自己好好地精神保管 能够做事的人 他不会关心这个问题 到他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忙于去医治他 是吧 在一个制度 这个建制里面 找一些方法来医治他 如果他好好医治之后 他都不想再想了 哇 这个病真是几惨 死女逃生 所以他也不会去理会这个问题 可能到时 他已经精力 已经没有什么精力 已经是病坏了的身体 你结果再进行一些积极的行动 去改革这个制度 其实是很难的 这个是我们真的 经常都遇到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了之后 是多一点 起码将医疗的真相 让更多人知道 希望我们会遇到一些人 精力冲沛得来 还有能力参与我们的 香港极好大行动 我们希望有很多东西 如果有机会 看到我的政纲 在2008年 那个香港极好大行动里面 我们也讲了医疗改革 那种心在哪里 我们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拍到一个 荷里活的水准的电影 将这个问题 好好地分析给大家知道 不知道到时 如果这个很成功拍完 这个电影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 推动呢 我都很难过 但最近 我都回到加拿大 第一站 去了温哥华 主要有一个讲座 当时好像是旅行社 日本旅游局 以及加拿大航空公司 赞助我去的 那我就去讲了 那当然我去探讨那些 旧同学 自然疗化医生 那些 赤医 都问他现在的发展 大概 和当地的华人聊 原来很多人都已经 懂得去看 看自然疗化医生 以及同学疗化医生 那他有些问题 那就是 从保证来说 在温哥华的自然疗化医生 其实已经 可以开始用一些西药 那就是 那当然我不觉得 让自然疗化医生 用西药 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他也认为 但有时必要的时候 如果有些特别的药物 都可以暂缓 可以处理到一个危机 那但是我怕着 因为西药 表面是容易用一点 那大家后遗症是很大的 那有很多年轻的医生 就是当他毕业没多久 就是他经验未够 你要他用同学疗化 用自然疗化医病 那他们未必做得到的 那所以 那跟着我就去到 多伦多 也都发现了 那原来多伦多 也都普及了 那和同学疗化医生 是已经被政府认可的 就是他有特别的 同学疗化医生的註册 那就是你看到 整体来说 那个情况是越来越多人了解的 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你知道了 我们行遇了成三十几年 但是我们都经常觉得 很多 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其中一件事呢 我就经常在外面坊间 有些人攻击我 你知道了 那最容易攻击你 就是说你好贵 就是这个我听得多了 去到最后一说 个人都说 是呀是呀是呀 你很贵 有时我听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第一 如果他便宜的医生 医得到他 就是我们的贵医生 所谓贵医生 就不会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 他们不明白的 就是如果你看一种方法 是徹底医好了你的 跟一些是一直看下去 都不会治好 那长远来说 哪个便宜呢 如果我们的 如果自然医疗是很贵的时候 西医是比我们 对抗医疗便宜我们 就不会搞到 现在全世界 用西医当道的医疗 全部都破产了 是不是香港在内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贵不贵呢 就是看这个价值观 那最主要呢 我们看病 真是很浪费精神的 我们不是说 好像很多人 有些医生在西医那里 几分钟一个 我们是不可以的 有些时候呢 你会看到那些医生 很忙的 诊所经常有很多病人 有时候我解释给他听 其实为什么那些医生会很忙呢 因为有个可能性 这些病人从来没有医好果 是不是 看完又看 又开始看 看到几十年之后 继续看下去 这些这样的诊所 就是越来越忙 不是代表医生 是真的帮到病人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多一点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位教授 他是西医来的 因为他的两个儿子 三个儿子都在那一校读书 那是一种前围式的大学 叫做Garder College 在Vermont 他自己又放弃了 就是他停止一下执业 去学校教一下书 他曾经就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给我听 那他说呢 他说有一间公司突然之间 那个水喉的系统 出现故障 就不能够运作了 那他就于是乎 那间公司的经理人 就要请一个水喉匠来 看一下收理 那么那个水喉匠呢 拿着一个囊头呢 那就是检查 检查一些水管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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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收你50元而已,知道哪里要收你100元 很多时候,你要看到香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尤其中医界有很多的现象 很多医生是不敢收费的,只不过在药费方面加贵一点 大家要了解,尤其是用同学疗法是很浪费精神的 如果有机会看到一些书介绍同学疗法 在外国做同学疗法医生,那些费用是几百美金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以很轻轻易易 就是可以用一些简单的书可医病的 我通常用一些很深夜研究这个人的整体 一个小时拿个资料,然后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背后在研究,在研究,在想 所以每个病人起码用我们两三个小时 才可以有把握地找到一些正确的工具 然后逐步去医病 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万性病人 如果病了十年,你不能要求我们一两下 就帮你医好 所以大家明白了之后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现在正在教 我教我一个人医疗多少个呢? 三十万多个,再做多十年,再多医多一万个 全部都是这些燃囊习症,这些没得医的才来找我们 那我开始就教了,教疼疗法 那我始终呢,如果多些人学会了 起码可以在一个初期病法的时候去处理 其实是容易很多的 那你不用等到你的病 就是搞到身体没有人再医得到之后 再找一些专家医生帮你医 那时候大家都辛苦了 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来上我们这个 course 那我们的 course 就不是普通 course 我是要教你们 是好像教医生那样教的 我们整个program 有成500小时的 那一般的医生的专科 很多的certificate 就是医生的过程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你一学多之后 我肯定你是有将你的学费时间 很快赚回来的 你只有几次呢 医很多自己家人的危责 你已经省到那一笔钱了 那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上我们的网子 去了解 那我们那个是叫做 亚洲童谣疗法学院的 那大家你上去自己的 naturalhealing.com那里 你已经可以看那个连结那里 你可以找到我们的 那我们都是每个月 每个星期呢 就只教一堂的 三个钟头 那样 那我们第一步呢 就有五个五节 所谓有六节的 每一节呢 我们教五十个疗剂 ok 那所以呢 就要每一节 起码都十堂 那有些 就是每一节 其实呢 都是教不同的疗剂的 你 你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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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那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考虑自己来学吧 多谢完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完医生预约回室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 在网上回诊 都是打以上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去 email去 csat 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l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这个字连回愿意的节目 OK 拜拜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健康店 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